今年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,根据辅宁县制的记载,在过去人们有着为之躲清明的风俗,今年有五个属相要躲清明,那么到底怎么躲,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清明的习俗,让你顺利一整年。 一,拿五个属相要躲清明,在过去人们有着为之躲清明的风俗,而这,躲清明,就是出嫁的女子要在清明这天回娘家,再为,营女归宁。 当然,如今这样的风俗已经被淡化了,甚至都很少有人听说过,民间还有着躲春的说法,就是在立春之时,人们要躲在家中,防止与人发生争执, 一直以躲避不及,而躲清明,虽然也是,躲,却与躲春,躲在家不同,而是要躲到外面去,不能待在家中,要享受大自然的乐趣。 那么,躲清明,都是什么人需要躲呢?首先是女子,人们说,女子清明,男人年,说的便是女子清明清闲,而男子过年清闲,据说清明这一天,会有凶神下凡, 要抓女子,所以女子便不能留在家里干家务,一定要出门踏清游玩,尽情地享受,否则就会被凶神抓走。 当然,这其中固然也有着古代女子不上坟的原因在内,不上坟的女子,在春暖花开之际,自然要趁着有时间去享受一下生活了。 除此之外,还有这五个属相分别是牛,狗,虎,兔,龙,这五个属相在今年犯太岁,而属龙的朋友今年是本命年。 对于这些属相的朋友,那么我们一定要躲清明,怎么躲呢?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一头雾水,即使非常简单,我们只需要在清明节这一天做到三不做。 一,即往墓地扫墓,如上所述,对于一些生肖来说,扫墓可能是一个禁忌活动,因此最好避免前往墓地或参加与扫墓相关的活动。 二,即过度悲伤,清明节是一个缅怀仙人的时刻,但过度的悲伤和情绪波动可能会对某些生肖产生不良影响,因此保持平和的心态非常重要。 三,即做出重大决策,清明节期间,人们通常会感到情绪低落和不安,因此对于一些生肖来说,避免做出重大决策或过于激进的决定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而且,清明到来之际,还有三件事情不能做,其一,不能在家里,清明时节,男子要出门上坟,女子要出门躲清明,相约踏青,享受自然。 当然,毕竟这一天还是清明节,所以,即便大家要出门,躲清明,也不建议太晚回家。 其二,不能不带柳,清明时节,还有着带柳的风俗,民间有着清明不带柳,红颜便好手,清明不带柳,死了便猪狗,等等的说法。 柳树有着驱邪消灾的作用,观音菩萨的法器便是装着柳枝的玉镜瓶,所以,如果有机会话,一定要在躲清明的时候,顺手折下一条柳,戴在头上,祈愿四季安太,最后一点,则是不能忘记要拆晒棉絮。 民间有着清明不拆絮,到老梅成器,说的是,如果清明到了的时候,如果没有拆晒冬季棉被中的棉絮, 那便会被认为是懒惰至极,这样的人,一直到老,都不会有什么出息。 人们认为,清明到了的时候,春天已经过去一半了,不会再有返寒的时候了,可以将棉被拿出来晒一晒,将一整个冬日的晦气都晒掉,迎接新生活的到来。 作为祭祀节日,民间也有很多讲究和禁忌,清明节当然也不会例外,清明有着做三事,祭三事,吃三样,饭忌讳,老传统不能忘,接下来一起看看,先说做三事。 第一件事,扫墓祭祀,清明节是祭祀先人或亲朋好友的日子,按照习俗,一般都是提前去祭拜扫墓或者上坟,也有一些地区选择在当天进行,不过我们这都是提前几天去上坟,清明节上坟扫墓的传统历史悠久,是怀念亲人的节日,这件事相信大家都会去做。 第二件事,踏青,清明节一般在每年的四月五日前后,此时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,再加上清明也是小长假,适合人们出去踏青游玩,而在以前的社会,没有小长假之说,但是人们也会出去挖野菜,出去玩一圈,也算是踏青了。 不过,这两年情况有些特殊,由于疫情的影响,大家还是居家不外出为夷,为了自己,也为了他人。 第三件事,插柳,插柳也是清明节要做的一件事,不过,该习俗已经慢慢地被人们所抛弃,或者说,都不愿意去做了。 俗话说,清明不插柳,死后变黄狗,清明不带柳,红颜变白首,等,就是用来说明插柳的重要性。 清明节期间,柳树发芽,取一些柳枝,插在自己的门上,或者编成草帽戴在头上,有驱赶疾病的寓意,有条件的朋友们,可以试试。 再说计三事,禁忌一,晚上串门,清明节和其他的节日不一样,是祭祀亲人或仙人的节日,按照民间的说法,这天路上会有孤魂野鬼,他们没有人烧纸钱,只能流荡在路上,如果在这天选择晚上串门,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。 虽然,我们知道,这些说法都是骗人的,但是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很多人还是会选择避开这天串门。 禁忌二,借东西,清明节是活着的人给失去的人烧纸钱,换个角度来说,等于是失去的人向活着的人借东西,等于借东西的是长辈。 如果选择清明节这天借东西,寓意着自己是别人的长辈,被借的人就会感到生气。 如果不借,可能会伤了和气,如果借了,就等于自己是晚辈了。 这种说法在部分地区流传,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,无所谓,但是,如果对此有忌讳的人,也会不开心。 禁忌三,杀生,清明节是祭拜仙人的节日,如果选择这天杀生,对于仙人来说是不敬的。 按照民间的说法,杀生是罪业。 由祖先代替受罪,而清明节又是尽孝道。 行好事的时候,所以,不能在这天进行杀生,可以提前一天,或者过了清明节再进行,最后说吃三样。 第一样,鸡蛋。 俗语说,清明不吃蛋,穷得浑身颤。 意思是说,如果清明节不吃鸡蛋,家境会比较贫穷。 从现在的社会来说,这句话显然不可信。 但是,按照以前的说法,鸡蛋象征着圆圆满满,尤其是把鸡蛋涂上五彩的颜色。 被称为,五彩蛋,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,不受穷。 而随着不断的发展,在部分地区,清明节吃鸡蛋的习俗也被流传了下来。 第二样,青团。 在我国南方的不少地区,清明节有吃青团的风俗,并且历史悠久。 清明节在以前是寒时节,通过吃青团来缅怀仙人。 以前的青团是清明节前后的嫩爱叶着色,也有用青菜、菠菜等绿色植物的枝叶着色。 如今,不仅清明节吃青团,其他时间也可以吃青团,已经成为了日常美食。 第三样,伞子。 清明节北方地区有吃伞子的风俗。 伞子是油炸的食物,看起来金黄金黄的,并且吃起来很酥脆。 另外,伞和伞是谐音。 吃伞子也就寓意着把不好的东西都散去了。 当霉运散走,剩下来的就是顺顺利利。 上述就是清明节,做三事,即三事,吃三样的相关内容。 由于区域不同,习俗不同,各地所流传的节日风俗也有差别,能够确定的一点。 给仙人或亲人扫墓上坟是必须要做的事。 清明到来之际,躲清明的风俗其实已经很少见了,过去人们的生产力低下。 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,只能将之归于神鬼异类,如今即便是人们依旧保留了带柳的风俗,但也是对文化传承的认同。 而非其他,除了上面讲述的清明禁忌系数,对于扫墓时需要注意的规矩,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? 好了,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如果本期对你有所帮助,请在下方留言,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